大家平安 今天是2024年9月20日 我是高雄天堂敬拜使徒信教会主任牧师潘灵乐 谢谢宝灵先知和灵以示铁使徒 让我有机会透过披麻蒙辉认罪祷告的课程 能够更明白神的爱 在读以示铁记的时候 我的内心其实是难受的 因为除了看到以示铁的勇敢与智慧 莫迪改的敬畏神以外 我更看到哈曼的恶行 我难过我自己也曾经像哈曼一样 嚣张跋扈 我很悔恨我自己 过去也曾经伤害过别人 但是神让我有这样的机会 透过处罪状向神认罪悔改 真的很感谢神 那在做这个以示铁记皮马蒙辉认罪祷告的这个过程呢 其实我有两个见证 那第一个就是我很期待很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坐邮轮去旅游 那真的很谢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刚好我姐姐的客户 他送他邮轮的票 然后我姐姐就问我要去吗 我马上就答应说我要去我要去 对那这个行程呢是搭邮轮六天到日本 那一般的行程都是到冲绳纳坝这样子 可是这一个世界一号邮轮呢 它是停留了十元岛 纳坝 还有熊本跟鹿鹅岛 所以我这一趟旅程可以去几个地方 日本的几个地方 那我我非常的期待 真的很感谢神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恩典 那我9月23号就要出发了 感谢神 那第二个见证呢 就是在做披马轮辉的过程 就是有一天我妈妈她跟着我先生的舅妈 就是参加了同一个旅游团到了澎湖 那他们碰到了见面了 然后舅妈就跟我妈妈说 那个我大姐就是我的婆婆 舅妈说我大姐不知道是不是受灵热的影响 她说她以后都不要拜拜了 对 真的很感谢神 我妈妈她回来跟我说 她说你舅妈说你婆婆说 是不是因为你 她以后都不拜拜了 对那其实在我的心里面 我一直跟神求 我每天都跟上帝祷告说 我希望我可以带领我先生的家人 我先生可以一起来信主 那感谢神 垂听我的祷告 虽然她们还没有说要信主 但是至少我婆婆已经说 她不要再拜拜了 真的我想这是神很大很大的恩典 那我真的很感谢宝宁先知跟以示铁使徒 让我能够透过这样的机会 可以先为自己认罪悔改 然后进而的让家人 因为我的关系可以认识神 我要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以示纪新德高雄天堂敬拜使徒性教会 主人牧师潘林勒 以阅读以斯帖记 我看到王后以斯帖的 谦卑 勇敢与智慧 以及对上帝的信心 忠心 上帝透过王后以斯帖 不止挽救了以色列百姓 而且还使以色列人得到保护与尊重 以斯帖与莫迪改敬畏神上帝 因此上帝不单单保护他们 还超自然反转他们的生命 上帝待我们也如此 若我们敬畏上帝 敬虔坚定 全心信靠上帝 在世上追求公义 相信上帝也会使我们在 众人面前得到保护与尊重 这也提醒我们 要记得上帝对我们的 应许与命定 奥尔兔队读以斯帖记 我彷復看到我的使命 不需要去揣测什么 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而是我在当下 有没有把握住机会 就像王后以斯帖把握 见网的机会 倚靠上帝的大能 为上帝做美好的见证 四章十一节 言之你得了王后的威愤 不是为现金的机会吗 三关于哈曼的嚣张 跋扈 自私和奸诈 就像撒旦的预表 总是想尽办法要 攻击上帝的儿女 但是哈曼的好运势 却只是暂时的 哈曼彻千玉选出即日要 灭绝尤大人 然而所选择出来的日子 最后却成了尤大人 化危机为转机 反败为胜的日子 上帝掌管一切 在短短的时间内 原本是要堆尤大人 进行灭族 抢夺其财产的行动 却反便成为尤大人 向仇敌报仇的日子 撒旦的势力 永远无法胜过上帝的公义 因为我们的上帝 是无所不在 无所不行的上帝 在领导的地方 中文字幕上有害了 在领导的地方 我们有所欠缺的 在领导的地方 再到领导的地方